只要没有中文应该都OK 可是有中文你会发现会变乱吗 那怎么做 要不就是你宣告那个Coding的时候 你要是Youtube 8 要不就是你在系统里面 干脆就预设就是Youtube 8 两个方法 怎么做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 因为这个目前的字太小 你会发现 所以编辑起来其实看得很辛苦 那所以呢 第一个我们要把环境字放大一点 不过你也可以变个颜色 无所谓 我看有同学喜欢黑底 我自己是不喜欢 因为黑底看起来 我不知道 好像感觉 有人说这样对眼睛比较OK 可是我不知道 我习惯就是这样环境 那你们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里面的话怎么修改 第一个我要变更字大小的话 一 请你在这个环境按右键 右键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呢 它会出现 可以让你去设定的一个 这个这个 一个 匹分率的这边 这边 这边 就是系统设定 设定的地方呢 它会跳出说 你要设定什么东西啊 那你告诉他说 在general里面 下面这一个 这个OK 它夺在这里 然后里面会有colors and form 请你找到basic 就是基本的 请你找到 我记得好像text的form 字的大小 edit它一下 然后呢 去把字原来是10 把它改成看多大 大概14好了 OK 按一个确定 再按一个apply close 这个时候 字上下都变大了 OK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 这个方面其实在云端上我有拍照 不过我发现有些同学还是会忘记 多做几次就记得了 OK 这个是第一个 字可以把它稍微放大 第二个的话 如果Hello Python 后面如果你今天假设 加一个中文的话 我们要讨论 因为中文如果说 你没有把它变更的话 假如说我后面 比如说Hello Python 后面呢 我再加一个什么 加几个字好了 比如加吴老师 OK 那理论上 如果你今天是在VBA 直接执行都不会有问题 VBA这都 怎么都没有问题 所以 其实比较起来 在那个VBA里面开发 真的太幸福了 什么都不用管 这个什么都要管 什么都是问题 不过 好像没问题 感觉就很无聊 好像有问题的话 感觉又有挑战性 不过这是只是一种 我的自己想法 那当你把它执行的话 会怎么样呢 执行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 居然是正确的 刚刚我已经打过了 所以刚刚应该是 是不是我不知道 它是不是本身 它已经帮我记得 我这个文件 这个组织预设就是 coding要UTF8 所以因为我刚刚也有 test过 会不会它把它记下来 那要怎么样让它记得 记得上面要加个警字号 跟它讲说 我coding 以后的内码 冒号 记得就是什么 UTF-8 这样子 因为可能 我不知道 刚刚是不是已经打过 它就把它记下来了 它未免也太贴心了 理论上应该要打 OK 每一次都要打 但是如果你觉得 老师那如果每次都要打麻烦的话 其实教各位一个方法 以后都不用动了 做一次设定永远 一次 永远就不用再去设定这一行了 如果你要永久有效的话 教各位一个方法 一样你在Windows里面 找到什么呢 一样是设定 这个设定里面的话 记得它的位置 是在哪个位置呢 在这个一般的 General这边的Workspace Workspace里面的话 记得 这个也是有点要记起来 预设是什么呢 MS950 有没有 它预设是 因为我们在Windows安装的话 它一律都是MS950 你可以选取 Other 请你把这个改成UTU8就好了 这个地方改一下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呢 一样从我们的Windows的那个 Preferences里面 找到那个Channel里面的Workspace 这个可能 路径可能还是要稍微 不过因为多做几次啦 慢慢就记起来 如果你现在记不起来 我建议你干脆拍照 放到一个你记得起来的位置就好了 因为像我的习惯也是拍照 放到你我有忘记没关系 我看一下就好了 不然哪有可能记忆力那么好 什么都记得 不然的话记不完的东西 OK好 那下来怎么按一个 把它同意 那以后呢 这一行就可以不用写 它就会显示正确的 那主要的原因是预设 这就RUTF8 输出也RUTF8 一遇就正确了 OK 所以基本上 以后呢 不用再设定了 但前提是你要先 把那个预设的编码方式先做修改 那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输出完毕之后的话 那请各位再做第二个练习 就是SUM的练习 A等于 假设A等于3 那这个地方的等于 实际上在这里应该是负语吧 把3这个数字的值 帮我放在A这个变数里面 那Python也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不用宣告 不像其他语言要宣告 那也就是它第一次丢 它丢的是一个数字 A这个形态就变一个数字了 就变整数了 如果你丢一个字串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字串 OK它是第一次执行 就会动态的先帮你把它定义好 所以这样也蛮合理的 不用每次都要宣告 然后再来的话B丢进去 所以A加B之后呢 把它丢给SUM SUM的话再把它print出来 那就OK了 不过呢 假如说呢 我希望在前面加文字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什么 加种冒号 比如说我这边多几个中文字 加种冒号 那后面的话要串接嘛 所以串接的话在Python里面是用加号 OK BBA是end 如果加跟Java一样 加OK 不过呢 你会发现有个问题哦 如果我这边把它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它会错呢 你会发现呢 它这个时候告诉你什么 你这个层是有错 而且呢 它其实还蛮贴心的告诉你 它说你这个地方 当然你点下去 它会告诉你哪一行错 然后呢 底下会跟你讲说什么呢 Type Air 有没有 Type是什么呢 就是资料形态 资料形态错误 而且 Must be string Not is int 看来懂意思吗 意思就是说 不一定是要自串 不能够是整数 请问一下哪个地方是整数啊 对上是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我是觉得它那个图处有时候还蛮人性化 它就跟你讲了嘛 它说你不能够给我一个int 而是必须什么 如果要输出的话呢 记得先把这个int 转换成自串之后 才能够跟前面串接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把int 因为它是一个整数嘛 两个整数加在一起 一定是一个整数 你就怎么样呢 在这个sum的前面 加一个转型 转型的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话就是str OK 这边也会出现 str 前刮符 再加上一个sum 后刮符 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什么呢 把这个sum怎么样呢 先转成文字之后再输出 意思就是说它本来是8 这样8 它转型之后它就变成什么 变成这样的8 但是在电脑上看到是一模一样 可是实际上在python 它认知是不一样的 OK 特别之后应该可以理解这道理 所以改完之后的话呢 我把它执行一下 OK 你会发现 这时候就不会有错了 有没有 OK 应该知道意思啦 所以以后你们大部分会犯的错 一定都是type L 就是资料形态错误 我发现很多人对资料形态 比较没概念 不是都一样吗 8 8看起来一模一样 但实际上就是不一样 OK 所以 但不过我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VBA VBA不用 VBA直接放进来就好 所以有时候写VBA 写习惯都忘了这件事情 VBA你直接放一个变数 它如果遇到串接符号 自动帮你转型 VBA里面有一个自动转型的概念 但是python或其他语言没有 所以像比起来的话 VBA感觉好像比较人性化一点 比较贴心一点 因为它尽量不要让你写错程式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这边是按右键 在p1上面new一个什么module 这个module名称我叫做sum new一个module 名称就叫sum 然后呢 请各位练习一下 那你除了说可以用加 你也可以减乘除都可以 甚至还有一个什么person person什么呢 求余数 求余数 比如说呢 3除以5的余数是多少 3除以5余多少 3除以5余多少 不知道没有关系 你让python帮你辞行就知道了 OK 这个person意思是求余数的意思 我有时候突然想不出来没关系 因为python本身就是一个计算机 你就让它帮你计算比较好的 OK 所以你可以试试加减乘 乘的话是一个星号 start 除还有一个person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如果不知道没关系 自己run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你就尽量去玩 但是就是要记得那个转型的部分 如果有中文记得先在那个 我建议是在general workspace先把它改utf8 这样以后就一劳容易了 就不会有乱码了 第二个就是说 你可以试一下串接 print的时候 顺便跟他讲说 加总为多少 这样子 记得后面那个一定要转型为string 所以会需要多一个string的函数 str 千瓜 这样子 试一下 这个应该 今天大概就是至少先开张一下 然后 反正我们今天至少目标 第一个要先把环境设置好 你务必要先熟练那个环境设置 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还蛮重要 因为万事起头难 你万事 如果环境都没有准备好的话 好像永远都在那种环境 还没开始就不知道怎么写 第二个如果你OK之后的话 以后呢就可以开始 用比较口语的方式来学习python的程式 慢慢你就比较知道说将来 在什么情况下下什么样的语法 什么样用哪一些方向 就可以把你要的结果给显示出来 所以由简单慢慢到比较复杂 请各位先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